我選擇不讀書的時候 我爸爸告訴我說 那你一定要有 要不然的話 我們沒辦法養你一輩子 那我踏入美髮之後啊 我覺得對我人生 帶來最大最大的改變是 這20年來 我一步一步的成為 懂得細節 以及更具有高度的人 為什麼 因為在我在鏡台後面 服務每一位顧客的時候 我都知道 他們今天為我停留 是因為他們被我吸引 未來他們的髮型設計師 要繼續選擇我的時候 一定是因為 我是一個比其他髮型設計師 更懂他們 更具有細節的髮型設計師 在我2019年 決定成立TIAMM的時候 我非常非常的清楚 如果我不成長 等待我的不會是市場的淘汰 等待我的就會是團隊的淘汰 那到目前為止呢 我們已經成功了 服務超過10萬家的愛美人士 在TIAMM找到 適合他們自己的一個髮型 為什麼我叫命定設計師 是因為顧客通常 做完頭髮之後 他都會說 天啊 你就是我的命定設計師 真的很開心耶 如果只有你才做得出 我想要的髮型 對 我就是喜歡這樣子 這就是客人每一次 在做完頭髮的時候 95%有熱情的人 他都會給我的反饋 所以我就制風自己 成為命定設計師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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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